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错 谢谢我们的patreon 你们给了我们动力 你们给了我们想法 你们给了我们支持 在这里我们非常感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 同时也欢迎世界上更多的听众加入我们 成为我们的patreon 帮助听故事学中文 做成全世界最好的学习中文的播客 请你们帮我们实现这个愿望 嗯 没错 好 下面一起来听故事解读 解读故事 我爱我的爷爷 我爱我的爷爷 你爱你的爷爷吗 我爱我的爷爷 我的爷爷已经死了很多年了 你是说已经去世了很多年 对 我的爷爷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差不多有 我爷爷去世有十一年了 嗯 那你和你的爷爷 你对你爷爷的最深的记忆 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嗯 我 有很多事情吧 我觉得 就是我小的时候 我有好几个表弟表 不是 堂弟堂妹 嗯 对 爷爷那边的应该说堂弟堂妹 对 然后我觉得我爷爷对我是最好的 因为你是最大的吧 对 长孙 嗯 然后很多好吃的东西 他会偷偷给我吃 对 嗯 然后呢 而且我觉得后来 特别是我上学 就离开家 去别的地方 去外地读书的时候 嗯 就是 我应该升课的时候 我出发之前 我爷爷经常会 会找到我 给我塞点钱啊 嗯 然后给我买个这个东西 买个那个小东西 嗯 比如说什么样的小东西呢 比如说会买笔记本啊 买笔啊 这样的东西 嗯 所以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 嗯 很温馨啊 对 因为你知道 那个时候物质条件比较差了 其实 嗯 就是它能给的也比较有限啊 对 那时候我们夏天的时候会一起出去乘凉 外面比较凉快晚 就在大树下拿着蒲衫是吧 对 嗯 还有时候比如说 他会做鱼头给我吃 嗯 嗯 他做的菜好吃吗 我觉得蛮好吃的 嗯 因为有很多年我爸妈妈不在家 然后我每次回家都去我爷爷家 嗯 嗯 嗯 你呢 所以说你的爷爷 你爱你的爷爷吗 嗯 我很想念我的爷爷 因为他也去世了 他去世有16年了 嗯 他是一个非常高瘦的老人 他去世的时候已经92岁了 嗯 我很想念他 嗯 我很想念他 但是他活着的时候 我是很害怕他的 哦 很怕他 嗯 为什么 嗯 因为我爷爷 他是一个非常传统的 嗯 不是现代的一个人 他是非常封建的一个人 嗯 为什么你说他封建呢 封建的意思是说 他比较喜欢男孩子 他比较喜欢孙子 哦 不太喜欢孙女 比较喜欢儿子 不喜欢女儿 哦 所以这是 重男轻女 哦 重男轻女 对 嗯 但他对我还好吧 嗯 然后我小的时候 我们家 我爸爸妈妈和我和我爷爷奶奶一起住住了 一起生活了有十年多 嗯 所以我其实对他有一些了解 他不是一个喜欢笑的人 嗯 我也常常看起来没有表情比较严肃 嗯 我对他最深的印度 像应该是 嗯 他给我 他不能说给我做的东西 他做的菜 嗯 嗯 比如说他做的饼啊 嗯 嗯 嗯 然后以前他喜欢用葱花和虾米在一起做一道凉菜 哦 我那天还想起来了 嗯 嗯 我那天还想起来了 然后再就是他的外形是和别人很不一样的 嗯 从我小时候有记忆的时候起 我就记得他有很长的白胡子 哦 他就是那种电视上动画片里你能看到的那种老爷爷的形象 就非常长的白胡子 然后他常常会用他的手去摸去捋他的白胡子 哦 嗯 嗯 然后戴着一顶帽子 夏天戴着一顶帽子 然后走路的时候两手会放在背的后面 然后一步一步的走得很慢很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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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有一个很大的田 嗯 他喜欢种地 因为他以前是农民 他种一般种什么呢 他什么都种 嗯 还有两大片田 房子前面 房子后面各有一片田 然后他每天很早就起床 四点多就起床 嗯 就去种地 然后夏天的时候就一直在地里 中午回来睡个觉 嗯 然后晚上 啊 晚上 下午再去种地 然后晚上回来吃饭 嗯 就是一个农民吧 就每天 挺普世的农民 就是很早就起床 嗯 然后也很早会睡觉 对 我还记得后来我们搬到城里去住以后 他从乡下来城里看我们 嗯 我爸让他住几天 然后呢有一天他自己出去要溜达 要去玩 嗯 后来就迷路了 嗯 找不着家了 对 后来回不来了 嗯 后来怎么找 到了 后来好像是他走到一个地方 然后那个地方有一个人认识我爸 哦 所以知道他是我 他是我爸的爸爸 所以就给我爸打电话说 哎 我看到你你爹在这儿 你父亲在这儿 对 因为爹也是爸爸的意思 嗯 然后就对 后来他就那么回来了 嗯 都 反正我们俩的爷爷都去世有十几年了 对对对对 嗯 就是有的时候做梦会想起他们 然后呢 看这个故事其实让我很感动 因为这故事里面有很多时候让我想起我自己的爷爷 甚至让我想起我的爸爸 因为我的爸爸是我孩子的老爷 没错 我在想我的孩子看我的爸爸会不会像这个故事里面的孩子 看这个故事里面的爷爷一样 你讲得很对 嗯 对 因为有时候我也会想啊 就是 就是老一辈的人知道吗 他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啊 嗯 好 那我们一起来解读这个故事吧 我爱我的爷爷 奶奶去世了 爷爷一个人住在乡下 哦 奶奶离开这个世界了 对 奶奶死了 嗯 爷爷一个人住在哪里 乡下 农村 是吧 对 嗯 奶奶去世了 爷爷一个人住在农村 住在乡下 嗯 所以啊 如果你说你的长辈 就是你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或者是你应该尊敬的人 你不应该说他死了 这样听起来很不合适 很没有礼貌 你需要说他去世了 他去世了 还可以说他过世了 对 过世了 嗯 或者说他不在了 他不在了 嗯 奶奶去世了 爷爷一个人住在乡下 嗯 所以如果你是这个爷爷奶奶的孩子 你可能会做什么 我觉得我会把爷爷接到 跟我们一起来 接到我家来 对 会打电话问 哎 爸你要不要来和我们一起住啊 因为你一个人在乡下 不方便啊 对 而且年纪大了 身体不好 又比较孤独 没错 而且没人照顾你 如果你生病了怎么办 对 因为其实现在想到我的姥姥姥爷 你知道吗 嗯 因为我的姥姥姥爷就是 他们现在很姥姥 我的姥爷92岁了 嗯 然后我的姥姥爷8687了 嗯 但他们两个人还是住在乡下 嗯 他们住在城里根本就不习惯 对 对 乡下他会种自己的菜 对 然后他说 我想什么时候吃饭就什么时候吃饭 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对 我如果累了 我不想做饭我就吃点零食 对 你知道吗 对 而且他觉得他们吃的东西需要很软 但是年轻人喜欢吃比较硬一点脆一点的东西啊 对对 生活习惯不一样 对 而且在自己的家里还是是最自由最放松的 没错 嗯 在别人家里怎么也是就是不舒服你知道吗 就是不自在啊 对 嗯 爸爸妈妈请爷爷来城里和我们一起住 爸爸妈妈请爷爷来城市里和我们一起住 嗯 所以乡下和城里是一对反义词 没错 嗯 今天我们全家都来火车站接爷爷 嗯 今天我们全家啊 有爸爸妈妈 还有妹妹 还有我 嗯 就是家里面全部的人 家里面所有的人 这个叫全家 来火车站接爷爷 嗯 爷爷来了 他带了一个大大的行李箱 还有一把模样老旧的伞 嗯 所以爷爷带了两样东西 一个是大大的行李箱 里面应该装着他的衣服啊 生活用品是吧 对 还有一把模样老旧的伞 就是看起来很老很旧的伞 是吧 对 这里面这个词啊 其实正确的读音是模样 嗯 但是其实在平时的生活里面 很多人就说模样 其实口语里面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你要是去做一个口语考试 你要说成模样 嗯 模样 就看起来什么样子 对 嗯 诶 你的模样很帅气啊 好 谢谢 大家都这么说 到家后 爷爷坐到了爸爸的位置上 可是爸爸并没有生气 嗯 所以在家里面的时候 在餐桌上吃饭的时候 爷爷坐到了谁的座位上 爸爸的座位上 嗯 就是有一个座位 有一个位置 平时是只有爸爸才能坐的 是吗 嗯 别的人不能坐 对 如果孩子坐了 爸爸会 让他回去 爸爸会很生气 对 你要回去 嗯 可是爷爷坐到爸爸的位置上 爸爸有生气吗 没有 嗯 这个其实和中国的文化有点像哦 对 因为在中国也是讲究什么人坐在什么位子上的 对 对 特别是家里面这种父亲或者爷爷的形象 是很威严的 他们的位子你是不能随便坐的 特别是吃饭的时候 对 嗯 嗯 也可能特别是这种传统的家庭 是吧 对 对 就是在我们家 反正要是一家人去外面 特别是去外面餐厅 饭馆里吃饭 那这个 一个圆桌上的这个 啊 怎么说 这个正位 最好的位置 一定要是家里面最重要的人坐的 小孩是绝对不能坐的 如果小孩去坐了 肯定会骂的 被骂的 嗯 嗯 好 他说 所以爷爷坐在爸爸的位置上 爸爸没有生气 对不对 对 生气就是 你不能坐这 嗯 就是不高兴了 是吧 啊 所以爷爷很不一样 对不对 对 嗯 好多我们不能做的事 爷爷做都没关系 对 比如说什么事呢 嗯 比如说吃饭的时候 爷爷可以大声搅东西 吃饭的时候 发出很大的声音 嗯 这让我想起了我爸 你知道吗 我爸吃饭的时候 就是他喜欢声音搅得很大 嗯 很香 对 在西方的传统里看来 其实这个是一件 没有礼貌的事情 就是你吃饭的时候 声音要小一点 不能发出这种嚼东西的声音 嗯 可是我爸他是一个 就是中国东北的 这种长大的这种 男性 他就是在东北 男性吃饭的时候 就喜欢发出很大的声音 这样他会觉得 他自己会比较 比较的男子汉一点 比较重要 嗯 比较重要 对了 嗯 好 所以他可以大声地嚼东西 是吧 嗯 对 就这种声音 然后呢 他嘴里塞得满满的 嗯 他一边说话也没关系 对了 嘴里塞得满满的 就是嘴里面有很多很多吃的 嗯 比如米饭啊 鱼肉啊 鸡肉 西郎花都塞在一起 嗯 嗯 一边嚼一边说话也没关系 嗯 爷爷用一只手就能醒鼻涕 嗯 而且不用卫生纸 嗯 这让我想起了我爸 你知道吗 嗯 因为 因为你知道就早上洗脸的时候啊 我比较喜欢洗完脸 用卫生纸去擦一下鼻涕 但是我爸在 在我爸家 或者我爸来我家的时候 然后他就是用一只手 然后把另一只鼻子里的 另一只鼻腔里的鼻涕给醒出去 你知道吗 所以我感觉这个故事啊 嗯 就是很真实 你知道吗 对 他没有用一种就是说 美化的语言 美化的语言 或者美化的现象去描述生活 对 他说的这些都是非常实在的 都是存在的 对 对 我看得清清楚楚 还自己试了试 却怎么也做不到 对 你小孩子他都喜欢看老人 看大人去模仿 他觉得大人做的事情很酷 对 所以这个孩子 他看得清清楚楚 他知道爷爷 哦 爷爷用他的右手捂住了右边的鼻腔 然后去醒鼻涕 哇 人家醒出来了 很酷啊 所以他自己也去试一试 却怎么也做不到 他看得很清楚 但是怎么也做不到 嗯 那爷爷还做什么事情呢 嗯 睡觉前 爷爷会把他的假牙 泡在玻璃杯里 爷爷会把他的什么 泡在玻璃杯里 假牙 哦 爷爷会把他的假牙 泡在玻璃杯里 爷爷很老了 所以他的牙齿不行了 才有假的牙齿 对不对 嗯 嗯 他自己的牙齿 也没有了 对 啊 他把假牙 怎么在玻璃杯里 泡 他把假牙泡在玻璃杯里 哦 所以里面应该有什么东西 是吧 对 有一种可能药水 嗯 对 爷爷很老了 可是我很爱他 嗯 爷爷身上的味道很好闻 嗯 爷爷身上的味道很怎么样 好闻 闻起来很好 嗯 吃起来很好吃 好吃 玩起来很有意思 好玩 看起来很好看 好看 听起来很好听 听故事学中文 听故事学中文 好听不好听 好听 所以中文很有意思 好的后面加一个动词 就变成了一个形容词 是吧 没错 嗯 嗯 说起这个味道 其实老人的身上 都会有一种味道 你有发现吗 应该有 对 就是年轻人 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可能你身上没有味道 比如说现在我们还年轻 身上不会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味道 对 可是我是觉得我的爸爸妈妈啊 他们现在身上已经有一种味道 是吧 嗯 因为我没有说不好的味道 嗯 但是一种 以前他们身上没有的味道 对 然后他们自己也说 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 身上有味道 哦 对 所以在有些国家 人会用香水 对 把这种味道给 这个掉是吧 对 嗯 但在 但在中国 在国内还是有很多人 就是没有用香水的这个习惯的 嗯 我特别喜欢他说的几句话 他说爷爷身上的味道很好闻 嗯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有一种感觉 对 就是特别 非常小的时候 你知道十岁八岁的时候 嗯 你喜欢威依在爷爷的怀里啊 让我想起了我的奶奶 嗯 其实这个老人身上的味道 嗯 不能说好闻 就是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但是你闻到那种味道 你会觉得很安全 对 对对 嗯 每天 天刚刚亮 爷爷就起床了 所以每天爷爷起床很早还是很晚 很早 你怎么知道很早 他说天刚刚亮 嗯 所以亮是不黑了是吧 对 太阳出来了 这个叫亮 对 就听你打开窗 哦 外面已经不黑了 能看到东西了 天亮了 嗯 天亮了 把灯打开 屋里面亮了 灯亮了 哈哈哈哈 再来一次 把灯打开 啊 灯亮了 把窗帘拉开 天 亮了 对了 哈哈 听故事学中文 听得越多学得越好 对 每天天刚刚亮 爷爷就起床了 所以老人好像都睡不着 是吧 对 老人就是人年纪大了 睡眠就不好 对 像我的外公外婆 我的姥爷姥姥 他们每天下午 每天晚上六点就睡觉了 对 然后早晨三点四点起床 对 其实我觉得是很好的生活习惯 嗯 这样一天会觉得比较长 对 嗯 他起床以后做什么呢 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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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所以你觉得爷爷他睡不着 然后起床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这种表达了爷爷一种怎样的情绪和情感呢 也比较无聊吧 嗯 无聊 还有心里面有事是吧 对 心里面有事 爷爷会想起什么呢 想起奶奶吧 嗯 会想起奶奶 会想起他乡下的家 对 是吧 嗯 我们也睡不着了 为什么 因为 地板被他踩得咯吱咯吱响 哦 因为他在走来走去 所以地板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这和我们家好响 我们家地板也比较老 对 对 我们家楼梯你知道吗 经常响 对 后来铺了地毯好一点 但是只要有人在楼梯上走路 咯吱咯吱响 我们也睡不着了 嗯 白天的时候 爷爷话很少 嗯 所以白天的时候 爷爷喜欢说话吗 不喜欢 爷爷的话很少 爷爷不怎么说话 那他做什么呢 他常常站在窗边 呆呆地看着外面的街道 哦 他站在窗户的旁边 是吧 嗯 怎么样地看外面的街道 呆呆地 呆呆地看着外面的街道 就是他看着外面 他的眼睛不动 是吧 对 他的眼睛没有动 他在看着 他的眼睛里面没有高兴的感觉 只是看着 嗯 让我想起了我的奶奶 我的奶奶 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拿着他的手杖 到乡下比较热闹 或者市里面比较热闹的地方 有很多人和车的地方 嗯 他会找到一个地方坐下来 就是看着那些人 看着那些车 虽然他不认识那些人 嗯 但是他那是他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人老的时候 你知道怕什么吗 怕孤单和寂寞 怕孤单 对吧 怕安静 所以他想去一些啊 喧哗的地方 嗯 有人气的地方 去感受这种人气 嗯 有时候 妹妹卡家会怕爷爷 妹妹卡家会怎么样 怕 妹妹卡家会怕爷爷 爷爷让他害怕是吗 对 嗯 为什么呢 就有点像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也很怕我爷爷 因为我的爷爷不笑 哦 也不跟我玩 哦 所以我不知道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就很紧张 我就很害怕 哦 嗯 有时候妹妹卡家会怕爷爷 嗯 他还太小 什么都不懂 哦 他还太小 什么都不懂 嗯 嗯 所以这个地方 什么都 是一个语法 是吧 对 尝尝说什么都不怎么样 嗯 中午想吃点什么呀 嗯 三明治 不想吃 嗯 炒饭 不想吃 蛋蛋面 不想吃 冰淇淋 不想吃 哦 所以 中午什么都不想吃 哦 所以他中午什么都不想吃 嗯 今天下我们出去玩 嗯 我有点累 我不太想去 我们可以去 散步 不想去 太热了 你可以去游泳 我不会游 我们可以去逛街 买东西 嗯 现在不太安全 所以你 我什么都不想做 我哪都不想去 哦 嗯 我已经长大了 我不怕爷爷 只是 有点不明白 不明白什么呢 爷爷 为什么 那么沉默 沉默 嗯 沉默是说一个人话很多 还是话很少 不说话很安静 嗯 叫沉默 沉默 沉默 嗯 嗯 话很少 很安静 妈妈怎么说的 妈妈说那是因为奶奶去世了 爷爷很伤心 哦 因为奶奶去世了 因为奶奶离开这个世界了 嗯 因为奶奶不在了 嗯 所以爷爷很难过 很伤心 对 嗯 可就算是这样 就算是爷爷伤心 爷爷也不用整天待在家里难过呀 所以我觉得妈妈说的是对的吗 我觉得妈妈说的不对 嗯 因为如果爷爷很伤心 他可以伤心五分钟十分钟两个小时 对不对 可是这个 可是爷爷整天待在家里 嗯 很难过是吧 对 嗯 所以妈妈是说爷爷很沉默 是因为奶奶去世了 她很伤心 所以爷爷选择 待在家里面不出去 嗯 待待地看着外面的街道 不说话 可是我觉得爷爷伤心 还有一个别的原因 嗯 这个原因就是 我想是因为爷爷在城里 住不惯 嗯 所以住不惯 就是住着不习惯 对 住起来不习惯 对 因为和他的老家和乡下很不一样 对 可能他没有很自由 对不对 而且他也没有朋友在这里 对不对 嗯 而且他生活的方式和 和年轻人可能也不一样 对 而且这也不是他的家 他在这里面不是特别的自由自在 对 所以爷爷在乡下住的惯 在城里 住不惯 嗯 你吃中餐吃得惯吗 我吃中餐我吃得惯 你吃西餐吃得惯吗 我吃西餐 有时候吃得惯 有时候吃不惯 嗯 你呢 你吃汉堡堡吃得惯吗 嗯 吃一次吃得惯 吃很多次吃不惯 那你吃什么最吃得惯 米饭 还有什么 鱼啊 鱼啊 蔬菜啊 肉啊 我吃中餐吃得惯 嗯 我也是 嗯 爷爷不知道打哈欠的时候 要用手挡住嘴巴 嗯 我的爷爷也不知道 对 就很多这种 现代社会里这种 怎么讲 礼仪是吧 礼仪对 是老人 住在乡下的老人 不知道的是吧 对 因为他生活里不需要那样 他过得可以很 很自然 可以很舒服 对 比如说吃饭 嘴里有东西的时候 不能说话 是吧 对 嗯 对 爷爷不知道打哈欠 这个时候你要用手 遮住嘴巴的 嗯 爷爷没有用手挡住嘴巴 对 爷爷 他不知道用手挡住嘴巴 虽然爷爷不知道 打哈欠的时候 要用手挡住嘴巴 可是 水龙头漏水了 他会修礼 嗯 虽然他不知道这样 城市里面的礼仪 可是 他知道怎么 他会修理东西是吧 对 他可以修理什么呢 水龙头呀 水龙头 嗯 打开水龙头 水就出来了 噓 就是你洗手的时候 你要先打开水龙头是吧 对 然后你水就出来 让你可以洗手 对 然后你洗完手 我们把水龙头给关了 对 嗯 有的时候 嗯 有的时候什么 水龙头会漏水 哦 水水 你没有开水龙头 水也出来了 嘀嘀嘀嘀嘀嘀 那个声音很讨厌 哈哈哈 爷爷会修理吗 会啊 嗯 这样妈妈就不用找工人了 对啊 找工人又 很贵 费时间又费钱 对 嗯 看电视会让爷爷的眼睛疼 嗯 在乡下他没有电视机 他也不看书 偶尔会看看报纸 嗯 就让我想起我的老爷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以前七十多岁的时候啊 他还会看报纸看书 嗯 他现在九十多岁 他不看了 他说他看一会儿 眼睛就流眼泪 对对对 因为人老了 他的器官在退化 嗯 你要 如果你留意年老的人 他的眼睛和年轻人的眼睛不一样了 嗯 他的眼睛这个瞳孔颜色已经变化了 而且陷进去了啊 对 嗯 就视力 视力会很差 嗯 对 所以他也不看书 偶尔会看看报纸 偶尔是说他每天都看 常常 经常 看吗 不是 他不经常 不常常 他有时候看一看 嗯 可能 星期一看一下 然后 星期五看一下 对 嗯 偶尔 对 很少 对 嗯 我们一般在家都吃中餐 偶尔会吃西餐 对 嗯 去外面我们一般喜欢去公园 人散步 偶尔去闹市区逛一逛 对 偶尔去商场逛一逛 嗯 可是爷爷爱看我的故事书 哦 可是爷爷爱看我的故事书 嗯 他怎么看 晚上他会戴上眼镜 念故事给我听 哦 爷爷会读故事给我听 嗯 念故事给我听 嗯 他怎么念啊 嗯 念就是书上写什么 你说什么 这个就是念 哦 对 就没有用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读书上的字 这个叫念 嗯 好幸福哦 他怎么念 他用食指指着字 一行一行的念 他用食指 嗯 哦 不是大拇指 是第二根手指 对吧 你手伸出来 第二个手指都叫食指 嗯 一行一行的念 嗯 念完第一行 再念第二行 再念第三行 一行一行的念 从上面一行 中间一行 下面一行 嗯 爷爷念得快还是慢 念得很慢 很慢 他用手指指着字 一行一行的念 念得很慢 很慢 昨天爷爷和我们到公园散步 昨天爷爷和我们到哪里散步 公园 到公园做什么 散步 慢慢的走路 是吧 对 嗯 他们做什么了 他一边喂鸽子 哦 爷爷给鸽子吃的东西 对 嗯 一边说 玫瑰花丛该修剪修剪了 哦 爷爷说 你们家的玫瑰花 是你们家吗 不是吧 是公园的玫瑰花丛 是吗 对啊 他们到公园散步嘛 一边喂公园里的鸽子一边说 公园里的玫瑰花丛 该修剪修剪 哦 我没看明白 我现在散平白了 对 哇 这爷爷人好好哦 对 我知道你不明白 因为一般老人谁会觉得公园里的东西要自己剪呢 是吧 对 因为公园肯定有公园的工人去剪嘛 哦 我现在才知道了 你们家的玫瑰花 爷爷好可爱 我觉得 所以玫瑰花是什么样的花 玫瑰花就是 你应该送给我的花叫玫瑰花 对 我送给我的妻子的花 是红色的 也可以别的颜色 一般是情人节的会送是吧 还有什么时候会送 好几年没送了吧 你知道他比较喜欢省钱 他一般会买那种 不要说 不可以说 不可以说 成为我们的patreon子 我就会告诉你 快给我买什么 但是玫瑰花 玫瑰花对了 玫瑰花关键没有你漂亮 所以我就不买了 这样子 玫瑰花丛该修剪修剪了 妈妈说 妈妈说什么 所以这个玫瑰花丛 长得太长了什么 长得 可能不平不齐了 所以要剪一剪了 没错 小心玫瑰花带刺儿会扎你的手 妈妈说什么 不用操心 玫瑰会做的 不用怎么样 操心 不用操心 不用担心 谁会做 玫瑰 玫瑰会做的 所以玫瑰是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是做什么的 它是把玫瑰花丛 弄得很好看的人 把小草 把地下的草 剪得很整齐的人 玫瑰 对 玫瑰是管花啊 树啊和草的 但是在中国社会里 我们说谁是玫瑰 老师啊 老师的工作就是玫瑰 对 为什么 老师像玫瑰一样 为什么 因为学生都是花草啊 树啊 还有长大 所以老师 就是玫瑰帮助这些学生 长大成才是吧 对 这里面有个词 是很常用的词 大家要记住咯 这个词叫做操心 不用操心 妈妈 对 我知道怎么做 对 就是你不用 操心怎么说啊 就是你的心里想着太多的东西 对 你的心里面什么都要想 有的事情你不需要想 你也想想一想 对 就像我就是一个很操心的人 嗯 就会考虑太多的东西 没错 嗯 我们家很多人都很都比较操心 谁很操心 我爸是一个非常操心的人 比如说他会操心什么事情呢 我妈常说 哎你这个人就是个操心的命 嗯 对 就是因为我爸 他的能力会比较强 嗯 所以我们家很多人啊 比如说我的堂哥啊 嗯 他没有工作了呀 他需要去找我爸 然后我堂哥小的时候常常惹麻烦 嗯 有的时候被警察抓走了 嗯 然后去需要找我爸 嗯 然后我妈就说你真是个操心的命 嗯 这些孩子都要你来管 对 嗯 很操心啊 对 嗯 对 就是说你的心里面 太多的事情你在想着 或者太多的东西你要去做 没错 就是别人的生活你要想 这个叫操心 嗯 你觉得你是个操心的人吗 你觉得呢 我觉得你很操心 是吗 对 一般操心的人 对 操心的人压力会比较大 啊 是吧 这是为什么我好几年没有买玫瑰花了 我都去操心去了 你操心还不够多 嗯 今天早上 爷爷悄悄的溜出去了 嗯 今天早上爷爷悄悄的什么出去了 溜 爷爷悄悄的溜出去了 溜 对 就你溜出去别人看不见 啊 就很快的走了 这个叫溜了 对 嗯 爷爷是怎么样溜出去的 悄悄的 爷爷悄悄的溜出去了 所以有人听见爷爷溜出去吗 没有人听见 啊 因为爷爷声音很小 对 没人看见 嗯 爷爷想个 爷爷要去做坏事吗 不知道 一般悄悄的溜出去都是要去做坏事啊 对 我们来看一下 我上厕所的时候刚好看到他回来 哦 他回来了 我悄悄的问 您是不是去修剪玫瑰了 爷爷真草行 爷爷笑了 把食指轻轻轻地放在嘴唇上 把食指轻轻地放在哪里 嘴唇 哦 他的嘴唇上 嗯 要我别说出去 嘘 所以你觉得爷爷真的是去修剪玫瑰枝了吗 玫瑰发丛了吗 我觉得是的 嗯 我第一次看到爷爷笑了 嗯 爷爷好可爱 像个小孩子一样 没错 他以前很少笑 对不对 很沉默啊 对 很难过 很伤心 而且呆呆地看着窗户外面 对 但这是第一次爷爷笑了 嗯 嗯 对 我觉得嗯 就是人需要做这样的事情 嗯 就是需要做这样 就一件事情你做了以后 你会觉得会给别人一个惊喜 没错 如果你给别人一个惊喜 其实你也是给自己一个惊喜 对 就自己会提高自己这种幸福感 很开心 嗯 爷爷我会保守秘密的 绝对不会说出去 爷爷我会什么 保守秘密 爷爷我会保守秘密的 哦 就是什么秘密 秘密就是不告诉别人的 只有你 只有自己知道的 这个叫秘密 哦 在这个故事里面 爷爷的秘密就是 他去修剪了玫瑰花丛 是吧 嗯 嗯 保守就是我知道了你的秘密 但我不告诉别人 这个叫我给你保守秘密 嗯 爷爷我会保守秘密的 绝对不会说出来 嗯 哎你有什么秘密没有跟我分享的 我有什么秘密 没有 一听就有 想都不想就没有 没有 没有 我没有秘密 没有跟你说 没事你说了我也给你保守秘密 对 绝对常常和不在一起用 绝对不 或者没 对 嗯 嗯 有时候我会陪爷爷去买东西 哦 有时候我会和爷爷一起去买东西 嗯 所以说我会陪爷爷去买东西 对 那怎么怎么去买 嗯 我想说一下这个绝对哦 嗯 这个绝对你可以说绝对 嗯 就表示你啊 百分之一百不会这样去做 一定不会 你还可以用一定的了 绝对 一定 肯定 嗯 保证 嗯 都是你想让别人相信你的时候 你可以说的话 对 我肯定不会说出去的 嗯 我保证不会说出去 嗯 我 啊 这个饼干罐子里面的饼干是你吃了吗 绝对不是我吃的 哈哈哈哈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可以再说一次 这个饼干罐子里的饼干是你吃的吗 是我吃的 你可以帮我保守秘密吗 我会帮你保守秘密 绝对不会告诉别人 绝对不会 不会告诉你妈 一定不会告诉你妈 肯定不会告诉你妈 谢谢你 你终于知道我的秘密了 有时候我会陪爷爷去买东西 他不坐电梯 而是一级一级的爬楼梯 爷爷不坐什么 不坐电梯 电梯 你说得好像你没坐过电梯 电梯 电梯就是你站在上面 就把你从一楼送到二楼 不是用自己用腿走了那种 所以是电梯 你是住在乡下不是吧 从来没来过我们城里 我出生在乡下 我是个乡下人 电梯 而是一级一级的爬楼梯 爬楼梯 所以你要用自己走是吧 对往上爬 这样对身体比较好啊 没错 过马路的时候呢 爷爷总是握着我的手 爷爷总是抓着我的手 我也紧紧的抓着他的手 免得爷爷心里害怕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我觉得其实爷爷怕他害怕 但他怕爷爷害怕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好 好温馨 好让人 对我觉得爷爷握住他的手 是爷爷想保护他 对 让孙子安全 对 可是呢 孩子的想法是说 我要紧紧抓住爷爷的手 爷爷在乡下 他在城里过马路不习惯 所以他肯定害怕我来保护他吧 好可爱 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 跟我奶奶一起过马路 我也是一种保护奶奶的心理 我觉得他年纪大了 需要我保护他 对对 可是我现在想想 我奶奶的心理可能是说 他要保护我 没错 其实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有这种 就是我现在回头想一想 我从来没有想到 就是这样一种不同的事情 爷爷 就两个人 两个人都有这个想法 同时有保护对方的心理 对 因为以前我觉得对我 陪我奶奶出去走路 或者我爷爷 我牵了他的手 是我觉得我 我可以帮助他你知道吗 对 但是他的心里面 是觉得他可以帮助我 我也紧紧地抓着他的手 免得爷爷心里害怕 我也紧紧地抓着他的手 什么爷爷心里害怕 免得 免得爷爷心里害怕 就不让爷爷心里害怕 对 免得就是不让这件事情发生 这个叫免得 比如说家里面有小孩 玻璃杯不要放在孩子可以碰到的地方 免得孩子碰到玻璃杯 把玻璃杯被打碎 伤害到自己 扎伤自己 对 那比如说 小孩子喜欢玩iPad 把iPad收起来 免得孩子看见iPad就要玩 没错 比如说 吃很多糖对孩子的牙齿不好 所以要把家里面的糖全部藏起来 免得孩子看见糖就要吃 没错 还有什么 我们在想所有我们在家里面 不让小孩做的事情 或者小狗做的事情 对 比如说有的时候 我们出门的时候 要先让我们的狗 小狗出去尿尿 免得他在家里面尿尿 比如说吃完的东西 要收起来 免得小狗给吃了 没错 爷爷对超市不熟悉 爷爷对超市不熟悉 爷爷对超市知道很多吗 还是知道的很少 知道的很少 这个叫不熟悉 你对一个人 一个东西 一个事情知道的很少 你可以说我对他不熟悉 嗯 他说在村子里 他都去王太太的小店买东西 这好像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啊 对非常像 对 虽然这是奥地利的故事 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中国人的生活 没错 中国人的乡下 村子也是啊 就去谁家的那个小商店 小卖铺 小卖铺 小卖店买东西 嗯 而且大家一般都认识这个小卖店的 这个老板是吧 对有时候可以奢战的 不用给钱 下次再给 嗯 对 他说在村子里 他都去王太太的小店买东西 我的玩具消防车掉了个轮子 我的玩玩具什么掉了个轮子 消防车 消防车就是着火的时候需要去救火的那个车 对 但是这是个玩具是吧 对 玩的东西 对 谁可以修呢 爷爷 爷爷的手指头很粗 嗯 爷爷的手指头很粗 嗯 轮子上的螺丝钉很小 那怎么办 可是 爷爷很聪明啊 爷爷用很粗的手指装上轮子 嗯 把很小的螺丝钉拧回去 嗯 爸爸的手可没这么巧 爸爸可以修吗 爸爸不可以修 为什么 因为 爸爸的手没这么巧 巧 巧手 嗯 如果一个人的手很巧 那这个人可以做很多事 还是不可以做很多事 他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嗯 比如说 他可以做饭 他可以修车 修消防车 安地板 安地板 嗯 什么都可以做 没错 嗯 巧手 对 嗯 爷爷饭吃得很少 话也比以前还要少 哦 爷爷吃饭吃得很少 嗯 说话说得比以前还少了 是吧 而且他也不想去公园散步了 啊 他也不想去公园散步了 所以这个时候啊 爷爷刚来他家的时候 很沉默呆呆地看着外面的街道 后来呢 爷爷开始和妈妈我去外面散步 他还去帮助修剪玫瑰花丛 嗯 后来和我一起去超市买东西 所以 爷爷后来好像在他们家生活 开心一点了 对不对 对 可是后来呢 又不开心了 对 而且比以前还更不开心 对吗 对 吃饭吃得少 话说得更少 而且也不去外面散步了 对 我觉得这就像一个 怎么说 嗯 就是一个阶段你知道吗 嗯 就是你刚开始接触一个新的东西 对 刚开始你非常 不习惯 对 然后后来可能熟悉一点 有点蜜月期是吧 对 但最后你觉得 其实还是你自己的家更好 对 对于老人 嗯 嗯 妈妈看着爸爸 妈妈看看爸爸 爸爸看看妈妈 嗯 这个是他们在餐桌上 孩子在餐桌上的观察 对不对 对 嗯 因为爷爷不吃饭 也不说话 然后爸爸妈妈 这个时候都很怎么样 很担心啊 很担心 为什么他们都不说话 嗯 这句话写得特别好 就从孩子的角度来看 大人的世界 对 嗯 为什么他们都不说话 因为爸爸妈妈很为爷爷担心 对 他们两个也不知道怎么办 嗯 有一天 爷爷的行李箱 又摆在桌子旁边了 有一天 爷爷的行李箱 又摆在桌子旁边了 行李箱上面 放着那把模样老旧的伞 哦 爷爷来的时候 带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行李箱 一个是伞 嗯 所以 看起来爷爷要 回家了 嗯 吃早餐的时候 爸爸说 再多住几天吧 嗯 这也像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哦 对 再多住几天呗 对 就亲人离开的时候 都会劝劝 多玩几天吧 对 再待些日子吧 是吧 嗯 爷爷只是摇摇头 嗯 爷爷没说话 摇摇头 就说不了 要回家了 嗯 爷爷送给我一套 农庄模型 嗯 农庄模型 就是农村的 样子的一个模型 对 里面可能有农场 有马啊 有羊 是吧 有农夫 嗯 是一个很好的礼物 对 送给妹妹一个大娃娃 但是妹妹不喜欢 嗯 在厨房里 妈妈跟爷爷说 这钱我们不能要 您快收起来吧 啊 在厨房里 妈妈跟爷爷 说的这些话 对 这个也和我们中国人的 习惯特别像哦 对 就是老人离开的时候 对 特别喜欢给孩子钱 没错 或者说孩子去 亲戚家看谁 嗯 走的时候也给点钱 没错 哦 对 在火车站里 大家都不知道 说什么好 嗯 所以爷爷要回家了 他们已经来到了火车站 去送爷爷回家 嗯 大家都不知道 说些什么好 对 所以大家很安静 对不对 嗯 火车开动了 我忍不住哭了起来 嗯 嗯 火车开动的时候 我哭了 对不对 对 嗯 我本来不想哭 因为我如果哭的话 我觉得爷爷会难过 对 可是我没有忍住 对 还是哭了起来 嗯 爷爷 我希望您很快再来 我很爱您 卡加把娃娃的头发剪掉了 卡加把娃 什么的头发剪掉了 你记得爷爷给他买了一个娃娃吗 嗯 对 卡加不喜欢那个娃娃 嗯 因为那个娃娃的头发太长 嗯 所以卡加把娃娃的头发剪掉了 哦 卡加把娃娃的头发剪掉了 对 娃娃没有长头发 娃娃现在是短头发 嗯 虽然被爸爸骂了一顿 但他还是喜欢娃娃这个样子 嗯 被爸爸骂了一顿 妈妈说 卡加 你怎么搞的 爷爷给你买的新娃娃 你怎么把头发剪了 没错 嗯 所以爸爸很生气对不对 你真是个淘气的孩子 回房间去 骂了一顿 所以爷爷坐火车回老家了 去了乡下 那下面发生什么呢 所以他们也回家了 爸爸又坐回自己的位子上了 爸爸又坐到他自己的座位上了 对啊 以前爷爷在的时候 爷爷坐爸爸的位子 现在爷爷回家了 爸爸又坐回自己的位子上了 嗯 妈妈在厨房抽屉里 看到了爷爷留下的钱 嗯 所以妈妈虽然跟爷爷说 这个钱我们不能要 爷爷后来还是把钱留下来了 因为他放在了厨房的抽屉里 是吧 对 这也很像中国人啊 对 中国人的做法也是 如果你给他钱 他不要的话 他会找一个地方 把这个钱藏在那儿 让你无论如何 都要收下这个钱 没错 嗯 因为我记得小时候这个故事 就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家很多次 嗯 是 老人会给你钱 然后妈妈说不要不要 不能要 不能要老人的钱 然后后来他们离开了走了 然后我们发现 哦 他们把钱藏在这儿了 对 那爷走了以后我做什么呢 我把农庄模型摆出来玩 嗯 在乡下有真的马 哦 所以这个农 农庄模型里面有马 是吧 嗯 我问妈妈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去看望爷爷呢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去什么爷爷呢 看望 看望 嗯 就是去看爷爷 看他好不好 和爷爷在一起玩一玩 这个叫看望 嗯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去看望爷爷呢 对啊 所以爷爷今天刚走 他已经想念他的爷爷了 没错 嗯 是一个很好的故事的结尾 让人觉得有很多的期许和期盼 对不对 对 因为我读完最后一句 我就在想 啊 他又要和他的爷爷见面了 没错 嗯 这个故事真的 就是我在选这个故事的时候 就是我们 但是没觉得 这个故事 和中国人的生活这么相似 对不对 嗯 其实发现 对 所以说 即使一个在欧洲 一个在东方 是吧 嗯 文化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共同点 对 其实我现在觉得 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其实 很多东西都差不多 我觉得 嗯 你知道吗 嗯 特别是 说到人和人之间的种情感 对 情感的表达 对 都差不多的 我觉得 都有一些 共同的地方吧 嗯 好了 那今天的故事就解读到这里 听故事学中文 听得越多 学得越好 这里是故事解读 解读故事 我爱 我的爷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在iTunes上 给我们写好评 也欢迎您在Facebook上 关注我们 我们得到的好评越多 全世界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听众 知道 听故事学中文 这个节目 没错 没错 同时呢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人加入我们 成为我们的Patreon 让我们的Patreon 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词汇 以及故事的解读 而且一个月只需要五块钱 所以我们每个月发四期故事的话 所以差不多一期故事一块钱 反正我们这个故事的语音 我们都会放在iTunes上 就是如果你不想要文本的话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最重要的目的 是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学习中文 了解中文世界 这是最重要的 没错 好了 那听故事学中文 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您的老师 朋友 家人和同学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吧 再见